10月14日媒体谈班正在拍摄的电影《单身男女2》 大笑姑婆养千话搭档两大气质 忧郁型男谷天乐和周一鸣 不知道会擦出什么火花了 这组为即将生日的谷天乐送上蛋糕玉柱 而周一鸣的女友于宏渊也即将生日 盛传仔仔送上名车为女友轻声 仔仔立即否认 更直言没有为女友预备惊喜 没有这件事 真的吗 对 那你准备了什么送给他生日 我没有准备什么东西 那会怎样给他听一些事情 也不知道应该不会 对 对对我喜欢生活简简单单的 近日小S热上官非 作为大S前绯闻男友的仔仔直言不评论 我们不是私底下会一直联络的那种朋友 所以我相信他自己有自己的朋友 可以好好的安慰他一下 因为我不太清楚 所以不方便发表什么事情 今年周一鸣二度入围金钟奖 进出世地 经过上次的陪跑事件后 仔仔看得相当开 坦言心情平静 其实心情跟感受都很平静 因为事实上那部戏完成是在2009年 只不过是在今年在台湾播出了 所以突然间让我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 哇 毕竟也是四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的心情就蛮平静的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